不論開車騎車 常常都會遇到像這樣子的 一個機械式的停車位 那麼機械式停車位 近期是意外頻傳 在新北永和就有車主指控 當他準備要關車門 上車要離開車位的時候 同樣是社區住戶的一名教授 還有教授的朋友 按下了車位按鈕 所以導致這一名車主車子卡住了 那麼他為了要脫困 就爬到了車外因此受傷 導致他的十字韌帶 還有半月板斷裂 他也因此提告求償 但結果出爐法院認定 受傷是沒有因果關係 所以免賠 但現在他車損人傷求助無門 而對此教授的友人 則是拒絕回應 教授和朋友到社區開車 才剛按下機械車位按鈕 隔壁車下降卻卡住歪斜 兩人驚覺出狀況 因為車裡有人 夏苗車主從車內爬出來脫困 彎著腰喘氣 驚魂未定 我還沒來關上車門的時候 另外一位先生他們就按了另外一個車位按鈕 害得我的車 人車就往下掉 那我的車門因為沒有關 所以就直接卡在這個車板上 我的腳要跨過這個 我這個已經變形了車門 然後再往上跳 過程中就造成我的左腿受傷 教授和朋友領車按下按鈕 導致車主車格下降 門都來不及關 自己從縫隙中脫困 卻車損人傷 被告一直稱為他看不到 看不到 其實是看得到的 後面他們認為整件事跟他們沒有任何關係 那我爬在手上是我自己爬出來造成的 去年六月車主才搬來新北市永和 這處社區一個月就發生意外 不只車子左前車門 左側葉子板毀損 修車費七萬元 自己左腳十字怨帶半月板斷裂 開刀治療花十二萬 還花八個月養傷 雙方調解破局提告過失傷害 檢察官認為車主沒開大燈 有視線死角不起訴 民事法庭則認定受傷沒有因果關係 判教授和朋友無理由賠償 我覺得真的就是很不合理 兩方都是這場程序下 那是不是被告依然有過失呢 那為什麼會判人選跟裁判 就是要由原告自己去承擔 從事發到現在至今 被告沒有任何一點表示過 對 也沒有任何歉意 機械車尾一不注意釀成傷害意外 對此聯繫教授的朋友 他拒絕回應 車主不排除上訴替自己討公道 東三軍委呂加線陽捷 在新北市報導 現在真正在使用 對這個人來說 訪問再次討論